在印度被奉为信仰的牛 泛滥成灾多达五一头 为什么没有人吃牛肉 那这么多牛又该如何处理 印度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家 不仅有徒手打爆汽车的阿三 臭气熏天 但被当作圣水的恒河 现在又有印度神牛 泛滥成灾 他们的牛不耕地 不卖肉 不产奶 却被当成神一般的信仰 在印度的马路上 你随时可以看到正在散步的牛 如果在别的国家可能会被鸣笛吹赶 那在这里 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等待 即使牛依旧我行我速 在马路上慢悠悠地走 大家也耐心地跟在他的后面 看得出来 大家都习以为常 甚至主动上前喂食 印度政府更是为其开设了 专业疗养院 有丰富的食物 舒适的住所 还有几百名专业工作人员 为他们服务 并且设立相应法规 如果有人敢宰杀神明 那么可能会遭受到法律的制裁 就在这样养尊处优的环定下 印度牛的数量与日俱增 有十三亿人妥的大国 竟然有多达五亿只牛 这让一个本就物资匮乏的国家 更加贫困 但印度人却熟视无睹 为什么印度人不紧不凡他 反而把牛当作神兽呢 印度牛究竟做了什么事呢 牛在印度被视为神兽 社会地位比人还要高 为什么在印度 牛这么神圣 这就要追溯到印度的历史 在印度古老的宗教典籍 《废陀经》中说到 牛宇宙乃至众神之母 正是有牛的存在才生出了人类 所以在印度人民看来 牛就是古时候创造他们的神 再加上牛是印度教主的座奇 更加不可侵犯 为此印度还专门设立了护牛队 也就是给牛当保镖 曾经一个少年被怀疑偷吃了牛肉 结果差点丢了性命 但却没有人同情他 甚至觉得罪有应得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印度神牛仿佛成了食物链顶端的王者 数量疯涨 泛滥成灾 一度飙升至五亿多头牛 遍地牛粪 牛尿 没想到他们没有丝毫嫌弃 甚至把牛尿当作是一种药物 更有印度专家宣称 牛尿可以治疗癌症 神奇性和恒河水不相上下 但长辞以往下去 恐怕牛的数量会比人还要多 所以印度政府立即颁发了新政策 给牛也分了三六九顶 那什么牛最神圣 什么牛可以贩卖呢 你知道吗 在印度 牛被视为神兽 一定要好吃好喝伺候着 这种行为一度导致牛的数量飙升到五亿多只 印度政府只好出台相关政策 给牛划分三六九等的种性制度 来减少牛的数量 其中最尊贵的就是背上有驼风的白牛 这种牛可是比印度普通老百姓地位都高 不仅不能杀 还得好吃好喝伺候着 如果有一点审视 怕是要遭受法律的惩罚 其次就是我们生活中总能看到的老黄牛 虽然没有白牛地位高 但凭借牛在印度的形象 老黄牛也算是顺风顺水 逍遥自在 但除去这些牛 还有最低级的水牛 和没人认养的流浪牛 这些牛都是被政府 列为可以合法出售的种类 由此 印度一举成为了出口牛肉最多的国家 即使这样 仍有两亿多头牛 还幸福地生活在印度 他们一直试图敲开中国的大门 但每次都被拒之门外 因为印度当地可以出口的这种牛肉质量不过关 被声插 想必即使打开了中国市场 大家也不会为其抹账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